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A股市连续两天出现跳空上涨 并且今天互生两市的成交金额也已经是达到了9700多亿 北厢资金也是连续两天出现过百亿的净流入 现在无论是个股的表现还是市场的资金面 各种数据都显示目前的市场交易情绪是出现了大幅提升 那么阶段反弹的格局我们认为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波反弹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A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策室 所以从有点阴谋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这么去看 最近几天所有人都会发现管理层是密集出台了大量的利好消息 这些消息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级别来说 都明显比之前多了很多也大了很多 并且最近几天A股出现了今年以来比较少见的 没有新股升购的情况 这些现象都足够反映出目前管理层的态度 那除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管理层需要A股来保持活跃 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外 后面无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中金的上市 都需要市场的大量资金 所以这个时候利用政策做多 不仅可以恢复市场的交易热情 也可以给市场带来足够的赚钱效应 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场 因此可以说管理层选择这个时间 利用政策做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但是这波反弹可以持续多久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是两天 也可能是两个星期 也可能是其他数字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上证指数突破之前高点3458点 这个可能性应该会非常大 不过我们的建议是 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不要去预设指数目标 大家应该尽可能利用这个时间 去赚你可以赚到的钱 其次我们看到 北向资金最近两天 是连续两天出现了过百亿的进流入 这个情况和今年7月初非常像 但是7月初的时候 7月2号 7月3号和7月6号 当时北向资金也是出现了连续三天的过百亿进流入 不过和7月初不同的是 7月初的时候 当北向资金出现连续三天进流入超过100亿的情况下 券商板块是出现了连续大涨 但是这两天 我们看到 即便是今天券商板块成交金额出现放大 但是399975 券商板块的涨幅也只有3.84% 成交金额更是只有549亿 这个表现和7月初差了很多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 我们的理解是 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确定管理层政策做多的意图 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你现在非常确定 后面大盘肯定会继续反弹的话 那么在这个背景条件确定的情况下 投机的资金一定会流向收益更多的地方 也就是流向有20%涨跌幅的创业板和科创板 而稳妥的资金则会流向上涨概率最稳健的地方 也就是一些大型的蓝筹股 比如说我们看到 今天被北上资金大幅增值的两瓶酒 也就是五粮液和贵州茅台 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情况 基本上也是符合了这个标准 那么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分别是 五粮液 贵州茅台 恒瑞医药 中国中免 格力电器 基本上都是属于大型蓝筹股 那么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只有两家 分别是比亚迪和京东方A 那么另一方面 今天盘后有消息传出 之前停盘的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的合并正式告吹 那么对于这个消息 我们的看法是 首先这个消息对明天的大盘 特别是券商板块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考虑到指数已经是连续两天出现跳空大涨 所以明天券商板块或者是大盘指数 出现调整的可能性应该是有的 但是即便明天出现调整 我们认为这波反弹也不会因为明天的调整而立刻结束 我们的理由是 第一 目前管理层的态度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第二 虽然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合并告吹 但是后面按照之前管理层的要求 券商合并我们认为是一定会出现的 区别只是第一个合并的是哪一家而已 第三 我们看到护生300指数 在周线级别7月10号那一周的缺口 也就是4419点到4465点 这个多方缺口的力量并没有消失 第四 之前我们说过 从2018年年底开始 券商板块在月线图上 还没有出现过连续三根阴线的情况 所以在目前政策护航的背景下 券商板块这个月我们认为 月线应该会是收出一根阳线 因此如果明天券商板块出现调整的话 那么对于那些不善于选股的朋友来说 可以考虑去逢低买入一些券商类的ETF基金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龙虎榜的情况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金增持的一共有9家 其中半导体概念有两家 分别是斯瑞浦和北方华创 那么今天早上传出的中芯国际 所谓的N加1新技术的消息 我们先不管这个技术能不能达到足够的良率 也不管它能不能真的实行量产 就这个消息来说 它对于半导体概念整体的超贴反弹 已经是足够了 另外今天龙虎榜上可再生能源有两家 分别是核旺电器和天能重工 那么其他剩下的几家分别是 涨价概念的汇云泰业 白酒行业的洋河股份 充电桩概念的科华恒胜 网络游戏概念的三期护鱼 以及PCB板块的蓬顶控股 那么目前板块的热点方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关注 上周五我们说的几个方面 也就是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车锂电池 苹果概念 以及半导体这四个方向 包括说这四个方向的衍生概念 比如说今天盘面向火跃的充电桩这些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